经过一晚上的休息 伤势已经有了些许恢复 昨天贾德鲁被我识破之后 恼羞成怒大打出手 大炮也为了掩护我撤离 被德鲁射伤状况不明 虽然这家伙见钱眼开 贪恋人家的大船 但是看在被贾德鲁蒙骗的份上 还是不能坐视不理 毕竟相处了这么久 至他一人于危难之中 我不能接受 简单吃点鱼补充体力 昨天去的也仓促 武器也没有随身携带 这才让贾德鲁有了可乘之机 先制作一把全新的弓箭 需要木头 绳子 泡道堂粘性物质和螺栓 先凑齐这些材料 这箱子里面都是石头 再找找有没有可以使用的武器 毕竟贾德鲁实力不明 还是要小心为明 出发 大炮 等着 我来了 呃 疼死我了 这什么鬼地方 不好 武器装备呢 这该死的骗子 竟然连背包都给收走了 我的口粮可还在里面呢 喂 骗子 开门 偷袭算什么本事 快开门 哎呀 烦死了 约上什么 信不信把你嘴巴封起来 哼 敢不敢放我出来 单挑一把 炮哥教你做人 保证连你亲妈都认不出来 哎呦 不打了 不打了 那个 给口吃的总可以吧 这要是饿瘦了 就卖不了好价钱了 吃什么吃 一天天不知道自己什么吨位 饿着吧 哎呀 我的天哪 让不让人活了 灰哥 你在哪啊 快来救我啊 前面就是大船了 好好勘察一下 出发 小心点 这次行动 可不能出现插槽 那是 怎么堆出来一间屋子 之前可没有啊 该不会就是关押大炮的地方吧 不对 事情没那么简单 放在这么显眼的地方 一点都不做遮拦 这中间肯定有炸 先试探一下 看看大炮有没有在里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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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头好晕啊 这是在哪 我的武器装备呢 小子别白费力气了 老老实实做我首相 跟随我一捅这片海域 休想 就你这点下三乱的手段 也配统治海域做梦吧你 伶牙俐齿 以你的智商 应该可以看清现在的局势 如果不是对我有用 早就把你丢进海里喂鲨鱼了 现在倒是傲气的很 饿上三天 看你还能出什么幺蛾子 我是探险家辉哥 今天是我目发求生的第93天 我 别白白老实点